文化的黄鸟 挖上咖喱扫 咖喱扫 把它注射到鸡边 不同的部位注射到里边 鸡腿煮进去 整整一条 一条半黄油 注射进去以后 到时候去烤 烤出来的鸡就很鲜甜 美国的鸡以前 我觉得只有炸 或者是说是放很多香料去烤 才能够吃得下 因为它的肉很粗糙 而且没有一点味道 但是这种方法的话 黄油鸡 黄油蒜盐粉 注射进去以后 烤了以后呢 它的肉是很鲜很鲜甜的 比走地鸡的肉还鲜甜 非常非常地好吃 我很惊讶 我家先生也不吃这种白鸡的 但是只有这种黄油鸡 也是这次移生期间在家 我说哎呀好想吃广州的白鸡 这个鸡 他说我试一试 我很小的时候吃过这种鸡 可能做了你会喜欢 我让他 这是我第三次做 这个鸡已经上架了 万事即位 只等备烤了 好残忍的这样子 你看这个头向下 一点美感都没有 你把它放好了 现在是5点05分 刚刚这个鸡已经放进去了 打开来看一下 炉子已经是热了15分钟 炉子 现在是 这个上边的温度 就是鸡的温度 下边这个炉 这个温度就是 这个炉这里 炉温320度 鸡的温度现在是59度 那现在呢 这里火是最高火 大概烤30分钟以后 可能那个火就要稍微 也是把它搞成低温 就是这个火啊 就是要搞成低火 变成低火 大概 这个 监控这个温度 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个鸡的温度 要达到160度 我转了一圈 大概要5分钟吧 你看现在这个炉子 炉温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520度 这个鸡的温度 已经上升到69度 好的 现在是10分 大概15分钟了 这个鸡放去前前后后 大概15分钟左右吧 好的 那就半个小时以后 看看再是什么情况 前整个过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鸡的温度一定要达到160度 那现在是鸡放炉子里已经25分钟了 这个炉温已经是522度 这个鸡的温度104度 105度 这样子 刚刚当家的 已经下命令 下order 把这个火呢 就把它 就是 转变成最低火 最小火了 这样子 就不用管它了 这样子大概要过一个小时 大概过一个小时 这个 就慢慢这个鸡的温度在升高 这个炉的温度慢慢再降低 大概鸡的温度上升到160度的时候 这个鸡就 就好了 好了 现在就等它了 等它这个一个小时 基本上不用管它了 准备去游泳了 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开炉吃鸡了 好期待啊 很好吃这个鸡 那这个鸡在里面已经一个小时了 炉温是350度 这个鸡的温度已经是157度 158度了 还有2度 就达到160度 这个鸡就好了 在这 今天好像快了一些 平时我印象是一个半小时 那今天 很快这2度 可能 我觉得可能10分钟8分钟就结束了 打开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老板不在 中间不给打开的 哎呀 看一下这个鸡 哎呀 金黄色的 你看 嗯 好香啊 还有几分钟 几分钟就烤好了这个鸡 哎呀 你看 158度了已经 现在已经160度了 已经抱紧了 这个鸡也好了 哇 金黄色的 看看 哎呀 嗯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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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烤好了 把它放到这个袋子里边 到时就很多汁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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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边已经烤了 二十多分钟了 现在快六点半了 这个鸡在这里边已经烤了二十多分钟了 这个应该是中文叫回汁 英文应该是叫 G-I-U-C-Y 不 比较好 对 看到吗 有点有汁 有点有汁 好 好 好 把他展现 把老外一起合伙生活 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们从来不会给你争鸡腿鸡翼吃 他们喜欢吃鸡胸肉 我们广州人是不吃鸡胸肉的 这样的合作太好了 各取首歌 所以不用担心他抢鸡腿鸡翼 通常他会抢鸡胸肉吃 那我就吃鸡腿鸡翼 鸡肉吃完以后 剩下的把鸡骨头给拆出来 鸡骨头明天早上来煲粥或者煲汤 剩余的鸡肉还可以做鸡肉沙腊 还可以做鸡肉素 我放一点的noodle 很好吃 好 分工合作 准备开餐 果然不出所料 他的口味 合伙吃饭多好 你看果然把鸡虫肉给抢走了 一大块 留下了鸡腿和鸡翼 今天晚上一个大鸡腿和鸡翼 再加上黄油 拌饭 清香清香 开吃开吃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都试一试 真的是非常清甜 美国的鸡做成这样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棒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很简单 开吃开吃 中指で美国的鸡腿和鸡 Türk 感谢观看